面对年年增长的武器出口份额 韩国更是立下了超越中国 成为全球第四的目标 那么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呢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惭户 我是虎妞 近期由韩国制造的首批 两架FA50GF战斗机 已经运往波兰 同时 韩国方面将会在波兰的 马祖维茨金空军基地 设立办事处 为这笔48架FA50战机的订单 提供全天候24小时的售后保障 从而增加韩国制造 在欧洲国家的知名度 而在更早时期 韩国还成功出售了 K2主战坦克到波兰 开创了亚洲国家 向欧洲国家出口战斗机 和主战坦克的先河 在这之前 欧洲国家可从来没有购买过 亚洲国家战机和主战坦克的先例 即便是塞尔维亚购买个中国防空导弹 都经历了重重困难 而我国装备的订单 大多面向的都是中东和非洲地区的 发展中国家 在欧洲国家占据战场主流的情况下 我国的武器装备影响力其实很小 韩国此举也算是打破了记录 并且在近期年 韩国的武器出口订单年年飙升 在2021年的时候 才有72.5亿美元 到了2022年 直接来到了173亿美元 一跃成为全球第八大武器出口国 实现了连续十年的高速增长 面对如此喜讯 韩国总统尹兴悦在上台后 更是制定了 要在2027年成为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的目标 而根据去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做出的武器出口排行榜 前十名的国家来看 分别是美国 俄罗斯 法国 中国 德国 意大利 英国 韩国 西班牙 以色列 也就是说 要在未来四年的时间里 韩国每年都要上升一个排名 最终实现超越中国 对于这一想法 不仅是我国专家 就连许多的西方专家都认为 这是在做梦 当前 韩国的武器出口量 之所以能突飞猛进 还要得益于 和乌冲突 以及欧洲国防工业的萎缩 在俄乌冲突中 西方国家由于支援了乌克兰 大量的炮兵装备 导致本国炮兵实力严重不足 因此之前 在欧洲就畅销的 韩国K9系列火炮 就成了这些国家换装的选择 并且该火炮是一款标准的 北约制式武器 西方国家能够简单培训一下 就能上手使用 再加上韩国是半卖半送 买炮就送生产线 通过促销的方式 才引起了欧洲国家的欢迎 除此之外 国际形势紧张 使得各国加大国防开支 而欧洲国家重启 或者建立配套的体系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短期内需要一批武器装备替补 韩国正是抓住这个机会 扩展了在欧洲地区的业务 但这也意味着 等到俄乌冲突结束 国际形势稍微缓和 西方国家的生产线和配套体系 建立起来后 就不需要韩国这么多的订单了 那么韩国在武器出口上的订单量 将会急剧减少 而且在武器出口量上 韩国的火炮和飞机只占据本国出口量的19%和12% 真正的大头是舰艇 占据了68% 但无论是今年 还是全年的全球船舶订单成绩量上 中国都要远超韩国 差距来到了惊人的8比1 甚至是9比1 并且这个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也就是说 在舰艇这方面 中韩两国的差距是在不断拉大的 而韩国的武器出口坚定又占主要份额 因此在中韩双方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 想要超越中国就有点难了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自从俄乌冲突后 我国的武器装备在国际市场上 占据的份额也变得多了起来 去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是 2017至2021年间的统计 而在之后 几年中国的武器开始大量出口 两栖攻击舰 歼10c战精 特别是五刃机 已经是国际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再者 韩国的武器 其实有很多配套零件和分系统 都是新方国家的 韩国每次出口这些国家的相关供应商 也能获得一定的利益 并且 韩国出口的武器性能并不算特别突出 更多的是 西方国家给予技术支持 然后韩国再去批量建造 而中国则有着独有的技术产品 无论是出现在展台上的外贸版 英机21高超音速导弹 还是出现在巴黎航展上的歼20 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顶尖产品 有着这些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韩国想要在四年后实现全球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超越中国恐怕还非常难